我先講到這裡怎麼算我這題 這題的話我建議先畫兩條直線 去想一下就知道了 我有兩條直線對不對 平行線 那我要求這張距離的話 你覺得怎麼算最快 我先說一下喔 原本應該是說 我從這邊找個點 假設這個點是123好了 然後呢我們就用什麼公式 用點到直線的距離公式就好了 但這個題目是有難度的原因 是因為 這邊是什麼是這個地方 這兩個是個對稱比例式 你對稱比例式裡面 裡面的話好像是那種什麼呢 2x加3x-6x-3 懂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看的難度在這邊 所以怎麼辦呢 好 做完就這樣子了 我們先找什麼東西呢 我們先找Lsign 認一點 好 那認一點其實很好找 因為上面不是寫 x加2-y-5-z加10嗎 那就是我的其中一點對不對 所以答案應該就是-2-5-10 對不對 OK 然後接下來呢 L2的話呢 你會找另外一點 為什麼 因為假設這個點 好比說我舉個例子 這個點如果y是-2-10 你怎麼知道垂直這個點 一定就是這個-5-1-7 因為你不知道 所以你這邊呢 你才找什麼東西 找動點 好 找動點 那所謂動點就是 我令這個等於t 我用參數式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聽懂假意思嗎 我用參數式的方式 所以來吧 我們看一下L2上面動點呢 應該就等於-5-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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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這個拆除式的方式 這個是一個可以任意移動的點 那它們的最短距離 就等於這一段 所以接下來幾個塊 講出它們的最短距離 所以我們講到這一點 這個點是 A 這個點是 B 所以我們看一下 A B 的距離 A B 的距離是等於根號 用兩點距離公式就好 對不對 所以就往下減吧 因為負二減它 就變成了負二加五減 T 的平方 加上負十減掉它 變成了 五加一加三 T 的平方 加上負十減掉它 會變成了負十加七 五減二 T 的平方 變成這樣子 未來齁 可以 接下來就很簡單 就化減 化減的話 快速幫你看一下 化減的結果 所以我的化減應該等於這個 不好意思 根號 十四 T 平方 加四十二 T 再加上這個 五十四 好 然後接下來 很明顯的你在幹嘛 正對它做什麼 配方法吧 把那個 最短距離求出來 所以這等於 根號 十四分之 十四 乘上 T 加二分之三的平方 OK 再加四分之九十 四分之九十 好 所以我又得到幾日 拿得到 當 T 等於這個 負二分之三的時候呢 這個 L1 跟 L2 距離 L1 與L2 的距離 就等多少 就等於根號 四分之九十 根號四分之九十 就等於二分之 三根號四 二根三根號四 好 這是第一小型的答案 OK 好 這個我想應該 還可以啦 好 那第二組的話呢 他說要找那個 過L1 跟L2 的平面方程式 這個呢 就討厭一點了 因為什麼 因為你要有一個那個 立體的概念 來吧 我們看一下 我們想像一下 這個是那個平面 然後呢 這個平面上面 剛好只把這兩個平行線 有沒有 這兩個平行線 把它擺進來這裡面 所以這個是L1 跟L2 好 那問題 我要求平面方程式 我要什麼東西 兩個吧 一個是髮向量 一個是點 點咧 恭喜你很爽 你隨便拿來的就可以用 你用這個 負二五 負十這個人 還可以當成那個點 所以你唯一的問題是什麼 髮向量吧 髮向怎麼找 來吧你想一下 我們學那麼久的髮向量 什麼最快 就是用外積 對不對 找外積嘛 那所以做法就是這樣子的 第一件事情 你看一看一下 因為它下面這邊有沒有 看這裡 這裡那個 下面這裡的1-3 2 有沒有 其實叫線什麼 這兩條線的髮向量 欸講錯了 對不起 這兩條線的什麼 方向向量 所以這條線的方向向量 已經知道就是 1-3 2 所以我只缺另外一個向量 那 其實很簡單 這裡不是有兩個點嗎 可以給我用 這裡不是有個-2 5-10 還有這個點不是有個-5 -1 -7 你把這個兩個點的向量力 把它算出來 算出來之後 不就是等於另外一個向量嗎 就等於像這樣的向量 然後呢 找出這條向量 跟這個向量的什麼 髮向量 就變成 這個 利用外計算出來 聽懂嗎 OK 所以呢 我們找兩個向量 找這個平面上 的兩個向量 好 第一個就是 這兩條零線 這個拿來當成向量用 所以就1-3 2 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假設這個是P 好 另外一個Q呢 Q這個向量呢 就是這兩個點的向量 就是這裡 -2 5-10 跟這個 -5 -1 -7 OK 所以就寫一下吧 -2 -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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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 -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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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4 -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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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 跟 q 的外跡 就是我的法相量 所以這個的結果就 等於 -3 9 15 然後因為這個有數字給提出來 所以我們把這個3提出來 就變成3 然後變成-1 3 所以他的法相量唯一有的 就是這個-1 3 5 接下來就很簡單 代句公式答案就算出完了 所以答案就 定好了 定圖面等於 -x 加 3y 加 5z 等於 d 然後呢你把這個給代句就好了 比如把這個-2 -2 5-10代句 -2 5-10 代錄 代錄 所以登句就變成了 2 加 15 減 50 等於 d ok 所以你提求出來 好 所以你提是-33 好 所以你的平衡方式也求出來 就是 -x 加 3y 加 5z 等於 u-33 好 這是你的答案 好 好 就算是 4-3 4-4 6-6